那么我们来说重点了 说重点前面解决了 这是个旋转问题 对大家来说是老大难了 对不对 旋转问题解决了之后 我们来说细节了 在反手拧的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在反手拧的这项技术当中 首先大家要注意的是步法 步法是最最重要的 步法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应该放前面来讲 但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 所以说我们放后面来讲 试一试 最最重要的是步法 那么这个步法呢 我们在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碰到这种平的转球的话 我们正常的看 垫步上右脚同时收胯 这个步法以及引盘就完成了 看见了吗 垫步上右脚收胯 那么这个垫步呢 你到底是看 蹲下来了之后 看着球 一步两步三步再去上 还是说我要卡 一步两步 看见了吗 一步两步 对不对 再去上 都是没问题的 你试试吗 我慢一点 看准球 我先移动先移动 再去上 也可以 还是说我就站到这 我发现是短了 看垫步 立刻去上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 先有一个小的垫步 你的左脚 一定要先有一个小的垫步 那么右腿 看见了吗 是右腿上 我们在接短球的时候 翻手拧 都是右腿来上 慢慢讲 我不着急 东西太多了 东西太多了 怕大家听得不耐心都走了 东西太多了 怕又交不完 来我们继续 那么我们在接触球的时候 首先步伐特别的重要 左腿垫一步 右腿上脚的同时 收右胯 这是一个引拍 以及我们的步伐 看见了吗 收右胯 这个是右腿 那么同时 在处理线阶段来说 最多的这种右侧旋 以及左侧旋的时候 这种右侧旋 以及左侧旋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直着上 而是说 在球落下来一个点 如果是左侧旋的话 在球落下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提前进行御动 看球在这儿落 那么它可能拐的弯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好 我们在它拐弯 流出来一个点 这个位置 看球是不是落下来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 正好在球拍的这个位置 去击球 并且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漏球的这种 概率特别大 并不会说大家 拧十个漏七八个 对不对 就不会有了 这是我们一个步法 要给球留空档 什么意思 就是在接左右侧旋的时候 你向球 比如说它向右侧旋走 向右侧旋走 那么你就多往右 看 走一点 看见了吗 往你的右前方上一点 那么如果是 这个球往左边走 你给它一定的空档 是不是 预留一个它转弯的 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留一个空档 再往它的左前方走 这个叫留空档 如果说 如果说 大家在打球的时候 尤其是在拧的 在拧球的时候 在这种拧拉的时候 我们没有给予球一定的空档的话 那就会出现大家刚刚说的 我右侧旋拧不好 我怎么总感觉是憋着的 这个球打 拉过去的 拧拉的都是薄皮 对不对 那么左侧旋 基本上大家就是 我怎么一拧这个球 看就会容易出现 这种情况 漏球 所以说我们在上步的步法 你正常上步 那就往前上 就是在接这种 没有任何拐弯的球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左右旋转的时候 往前上 那么同时收右胯 那么有了任何旋转 左右的旋转了之后 我们应该留一个空档 向你的左前方 或者是右前方去上 那么同时也是 垫步上右腿 收右胯 来我问一下球 我们步法以及收胯 我说清楚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除了一个步法 要跟大家讲之外呢 我们的这个 机球的节奏 以及发力 身体的发力 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二点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节奏的 什么叫节奏 大家呢 现阶段的基本上 其实无论是拧拉也好 还是说大家任何技术上也好 大家呢就会出现一个 赶着球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哎我要赢着球打 对不对 但是赢着球打 跟赶着球打 它不是 不是画等号的 赢着球是什么意思 看 看见了吗 这个球来了 看 我这个叫赢着球 赶着球打什么意思 看见了吗 这个叫赶着球打 不叫赢着球打 所以说呢 我们在反手拧拉上面啊 最重要的呢 除了步伐之外呢 就是节奏 你的节奏应该是 一 二 看见了吗 一 二 而不是 一二 一二 如果呢 大家在节奏上面 没掌握好 太急于出手的话 就会形成我刚刚 后两个球这样 这个就是什么 赶着球打 所以说呢 我们在节奏上 把它控制 应该是一二 一二 而不是一二 一二 我给大家示范两个 来 大家看 应该是一二 看见了吗 一二 一二 而不是 一二 看 一二 是不是 你看 一二 我引他 有停顿吗 有停顿 我上步了吗 上步了 但是大家 发现我哪里有问题了吗 是不是我的节奏出了问题 我太强点了 这个叫什么 叫赶着球打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在反手拧拉时候 一个是步法 很重要 另外一个呢 就是节奏 大家要去控制一下 找他的停顿 一 二 看 上步 一 二 那么这个停顿 我们同时 可以运用到 你的正手拉 反手拉 你的任何技术上 对 打熟练了 是不是可以赶着球打 这个孙悟空 你打熟练 也不能赶着球打 任何的技术 都不能赶着球打 只有什么 赢着球打 我来给大家做个示范啊 看 这个是赶着球打 看 是不是 蓄力也有 什么也有 但是大家会发现什么 这个时候 我其实有点感觉啊 什么感觉 就是说 这个手 我第一个甩的太多了 第二个 是因为我上脚的右脚 没踩好点 第三个 就是说 我根本就没看球 我只知道球来了 但是我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听 我们其实打球 除了看 还要听 听是什么 就是听球的声音 应该是球 一 二 出手 对不对 看 一 二 出手 但是呢 大家现在都是 一 出手 一 出手 大家现在都是呢 我只是打个比方啊 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在打球的时候 一定是要 除了看 还要听 不然为什么 大家都说 打球的时候要安静 谁也没说过打球的时候 哎呀 要吵 是不是 打球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安静的 所以说呢 这个听 也是特别重要的 不然大家怎么说 我球盘怎么没声音呀 今天感觉打球闷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拧拉的时候 赶着 刚刚我示范的 都是赶着打 这个不正确啊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 大家来看 看 这个叫赢钱 看见了吗 我的 啊 我的我的随意了 看 一 二 对不对 看 这个呢 就叫赢钱啊 这个叫赢钱 大家会发现 哎 速度好像变快了 怎么不是刚刚的下降期了 对不对 下降期也可以打 上升期也可以打 到底打哪个点 它其实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首先要有上步 要有收右胯 那么同时 我们要有节奏 那么这个节奏 它不是赶着打 啊 赶着打 不能等同于赢钱啊 赢钱是赢钱 赶着打是赢着打 所以说我们打球可以啊 可以有这种 大家来看 可以有这种赢钱 但是不能有这种 看见了吗 这个就叫赶着打 所以说呢 大家啊 一定 一定要去误一下 这个呢 也是啊 球友们比较容易出的问题 所以说呢 在拧拉的这个环节啊 一个是步伐收跨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节奏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呢 在第三点的时候啊 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呢 在击球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去体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体会你的右胯发力 但是球友们说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 球友们呢 会说 哎 心态 我体会不到右胯发力 你看 是不是 你看我一右胯发力 我怎么感觉 我顺着了 其实啊 这个有一个小点 是我自己感觉的 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呢 我自己是这么感觉 右胯 我能够发上力 就是我在接触球的一瞬间 我一会去对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先来听 可以 大家如果方便 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试一试 好不好啊 就是我在接触球的一瞬间 大家看 上部踩点 接触球的这一瞬间 我的后边 就是我的右 我的左脚的脚后跟 我会抬起来 就是往哪儿抬 就是往前上方抬 大家来看 我现在哪儿都不动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就是我有一个 这个小点 但是呢 这个脚后跟 并不会抬太多 就这一个点 但是我就会感觉到 这个右胯 看 我就能够用力了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并不是说 我们在拧拉的时候 我要去用右胯 是只用右胯 看 并不是说啊 并不是说 我们单纯的 看 上部了之后 大家来看 你看 去用我的右胯 去感觉发力 大家就会感觉 我的腿都要撞轻了 我怎么还是感觉不到 其实呢 大家如果感觉不到 右胯发力的话呢 有一个好的点 就是你的后面的 这个腿啊 看 我的左腿 我的脚后跟 稍稍往前顶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力量 就会传到你的右腿 以及右胯 那么这个时候 右胯呢 在跟随你的手 到底呢 是往斜线 还是往中间 还是往这个 斜线中间直线啊 那么我们的右胯 就跟随着它 稍稍走一点 这个时候也是 我感觉就是 一点一点的力量 它并不是说 就是这么大 像我们正手拉球这么大 因为呢 它拧拉 它还是一个 属于台内球的技术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的 第三点啊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点 如果说大家 想把反手 拧拉拧好 除了我在上 上半节课 跟大家说的 这些 这些旋转之外 这个点 是大家要放在 旋转之前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没有旋转 但是不能先没有它啊 不能先没有谁 第一个 步伐 以及收胯 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节奏感 就是我们的节奏 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接触球 你要顶右胯的感觉 就这三个点 你反手拧拉 要把它放在 你刚刚学到的 所有的 这个旋转之前 那么大家的水平 一定是 会比别人高 因为大家现在 总是在纠结 这个旋转不旋转 对不对 其实我就 我有一个 其实我在这个 揭发球的时候 我一直想跟大家讲 但是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 来跟大家讲 就怕大家晕啊 其实我在接勾手的时候 我在接勾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别人摩擦的 是不是这个球 这个位置啊 我现在来拿手拿着啊 我现在这个食指 这个位置 那么其实按道理说 我在这边接发球 我是不是应该 勾着板这么接 但是呢 我在短球的时候 我呢 非常喜欢一个点接什么 我逆着旋转接 并没有同侧 而是看 这个我放一下 我感觉我割一下 这个短球呢 如果它是侧下选 我说的是侧下选 我会觉得特别好接 比我什么这种同侧呀 反手拧啊 我觉得更好接 但是呢 我现在在想 这个怎么跟大家讲 不会让大家晕啊 我稍微的先提一嘴 稍微的这个先提一嘴 大家就是知道一下 别之后讲了的话 大家就晕了啊 谢谢大家